当初就诊时的心愿已了 我觉得我可以无憾地交棒给下一任的陈校长 卸任台大校长后 管忠敏预计于3月出版新书《大学的脊梁》 讨论2018年台大校长领选案始末 管忠敏回忆称 台大校长领选结果公布后没多久 开始出现有关领选过程的各种谣言 最先的指控说他隐瞒担任台湾大哥大公司独立董事的资讯 还有人指控他所谓的违法兼职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当时还提出主决议 要求台教育部门应等临选委员会厘清一役 否则不得进行后续校长聘任作业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柯建明也在媒体喊话 要他自行婉拒聘任 还恐吓他 不然不死也半条命 管忠敏表示 所谓执政党的党边公然威胁一位大学校长当选人 这种绝无仅有的恶劣行为 相信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管忠敏更说 当年每天处于高度焦虑中 心理负荷逐渐逼近临界点 难以入睡 即使睡着也常猛然惊醒 觉得快无法呼吸 只好坐起来大口喘气 必须半坐地靠在床头才能勉强睡着 体重更在一周内骤降了五公斤多 台湾媒体人赵绍康也声援管忠敏 发文痛批民进党 赵绍康表示 民进党不择手段地对管忠敏校长进行人格毁灭 抹黑他学术抄袭 但是真正涉入抄袭丑闻的 却是林志坚等一长串民进党的前线人公职 当年这些行径恶劣的黑手 现在仍在政坛呼风唤雨活跳跳 管忠敏则展现自己毫不恋战的风骨 只当一届校长就毅然退休 稚气节操令人敬佩 真是来得辛苦走得漂亮 至于民进党当时为何如此在意台大校长人选 柯建民甚至不惜威胁恐吓管忠敏 台湾媒体人张雨萱在节目中一语道破 当初如果台大这个案子 真的被民进党给拿下来的话 现在林志坚案子可能就不一样了 林志坚可能一翻两瞪眼 可能变成是台大还他清白 张雨萱指出 林志坚背后大家都讲蔡英文 其实不止 林志坚背后还有一个人 就是柯建民 林志坚当初是柯建民的幕僚 从22岁面试 一手扶植栽培起来 成为一个政治明星 林志坚在新竹是防火墙 巩固他大秘宝的人 张雨萱更直言 赖清德就职第一天 马上说要对论文学术伦理问题彻底解决 每一字每一句 看起来都对象林志坚 其实不止 背后骂的是从选举期间 就力挺的蔡英文 以及柯建民 赖清德未来对林志坚 绝对会下重手 外界等着看好戏 造成一套 啊 习近云 儿